如果说顾长山的劳模是凭借自己努力换来的,那她的幸福婚姻,却是妻子那存花给支撑起来的。 在九十年代末,每个人的家庭都很不容易,多一个孩子就多一张嘴。 那存花嫁给顾长山的时候,还带着一个儿子,两人婚后又共同孕育了一个儿子。 这一家四口的日子,过得还算是安逸。 顾长山是九二三的队长,工资肯定是比一般人要高的。 再加上那存花从来都不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。 家里的饭菜,有些油水也是难免的。 然而顾长山偏偏是个喜欢吃亏的主。 别人家要是有不要的孩子了,他都会领回家,一个也就罢了。 他倒是一口气领了三个回来,这不是要那存花的命吗? 这好人都让顾长山给当了,那存花却在背后默默收拾烂摊子。 虽说这些孩子都很可怜,但一下子添了三张嘴。 再加上队里已经许久没有发工资了,那存花能不头疼吗? 不过他也是个心善的人,见不得别人家孩子朝自己哭, 更见不得孩子在家里小心翼翼的模样。 反正一只羊也是敢,一群羊也是敢,还不如大方一些,早点接受现实。 事实证明,那存花这个大娘,做得比亲娘还要好,因为她对每一个孩子都很贴心,吃饭能不能吃饱,未来该怎么打算,兜里是不是没钱了。 总之,那存花的存在,给了每个孩子勇敢活下去的信心。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人,身上却藏着一把巨刀。 从一个伏笔就能证明,那存花恐怕已经病入膏肓了。 平日里习惯了那存花为一家老小操心的模样,几乎快忘记她还有自己的空闲时间了。 然而在某一次的深夜中,那存花在去上厕所的时候,似乎表现得很是痛苦。 这让站在门口举着手电筒的顾肠商很是担忧,甚至还打算带妻子去医院看一看,总不能一直这样强忍下去吧。 好不容易从厕所走出来的那存花,愣是拒绝了这个强求,觉得自己是小毛病,没必要去医院。 没人知道那存花生了什么病,但看着她从厕所出来后,有些摇摇欲坠的模样。 难免让人有些后怕,莫非她早就已经生病了,之所以不肯去医院看看,就是怕花钱。 如果说小病不治的话,等积攒的时间久了,就会慢慢延伸成大病的。 但愿那存花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,万一她真的倒下了,那顾家的天可就塌了。 因为顾家的所有吃喝拉撒,全都是那存花一个人负责的。 顾长山再有本事,也是在面前有那么一丁点的地位罢了。 几乎很少见到她围着灶台转的模样。 如果说妻子真的病了,这一大家子的生活就会被彻底打乱。 如果说顾长山真正在意妻子的话,还是带她去医院看一看,别为了省那点钱,最终酿成大祸。 不过凭借那存花的好,即便她倒下了,也是最幸福的病人,因为家里的孩子们一个比一个懂事,总是帮她做着做那。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善有善报吧。 这对夫妇的好日子在后头呢?